好,我们继续上课,下面讲第四个问题 意愿函数积分学的应用 这里在公考点有三个内容 第一个,叫用积分表达和计算平面图形的面积 这块知识啊,必考题 我简单给大家描述一下 你看右边这张图 如果说给了上下曲线 这个题啊,我们现在这个讲解啊 是用上下形曲线啊 我先强调一下啊 这是上下形曲线 但是我不能说考题当天必须是上下形 我们是不是还可以有左右形曲线 对不对大家 这个你要确定啊 所以待会有些例题 你要小心,它不一定是上下形的 它左右形的话也可以 方法一致 我们用微圆法怎么做呢 我们切出一小段 就用DX啊 切出一小段 这个底边长叫DX 是这样吧 这样的话,这就围住一块小块的面积 由于上曲线叫曲线 下曲线叫曲线 所以它上下其实都不是直线 是吧 但是当DX趋零时 我们在上面以长代变以直代驱 在下面以长代变以直代驱 各位是这样吧 近似看成什么 是不是看成举形 看成举形之后的话呢 那这个高度啊 自然大家知道 是不是叫Y2减去Y1 你看到没有 是不是Y2减Y1 为了避免正负抵消 我们往往加上一曲对值 对不对 因为面积围不出负的 听懂我意思吗 它是你所围的面积 你比方说 如果你加绝对值 会出现什么情况呢 比如说你出现这种情况 什么情况呢 比如说你出现这种情况 那就是 它可以这样啊 它说我的FX 是这样过来 Y1 是吧 比如说这是Y1 X 那么这是Y2 X 各位看到东西是吧 它们所谓的面积 各位是不是这块 这时候你会出现 这是Y1在上 Y2在下 这是Y2在上 Y1在下 是定义是吧 不管怎么说 大家都是要算 这样的小条面积 懂我意思了吧 总是用大的减小的 所以才会出现一个绝对值 可以理解吧 好 这样的话呢 这个是高度 这个乘以底边长 同学们 整个这一块 是不是一个小条的面积 对吧 然后 德国莱布尼茨纪念馆 橱窗后面的真迹 还记得吗 莱布尼茨说 哦 现在啊 把这些东西呢 全部把它加起来 懂的是吧 就无数个小条 把它加起来 用什么符号 用积分号 加号 加号 是不是加号 这就是那个加号 然后的话呢 从哪起点是A 终点是B 懂了吗 这就是积分 定积分的实际意 好不好 大家 同学们告诉我 其实你觉得 这种题目的困难在哪里 这种题目的困难 在于计算 你同意吗 它往往不是讨公司 这公司有什么好讨的 不难的 所以它的 这个跟导数应用 有比较大的不同 导数应用的问题 它算的都不难 你比如说你求什么 这个什么单调性 这个什么 极致点 最致点 拐点 是吧 那些东西 它这个前面的工作 比较多 什么二阶岛得灵 三阶岛不得灵 是吧 什么拐点 你需要做的工作 那在前面 而这个 直接透红尺度 是吧 你没有太多 前面的步骤 就透红尺 关键是 你不要算错 这个是个核心的东西 我们循序渐进 一个一个来 先看这一段的事情 好 先看立体 这个就没有什么 其他的这个理论上 没有难点 你套工事嘛 当然我说了 到目前为止 你已经学了三大基本功 全都学完了 包括极限 导数极分 所以它的综合性 自然也会有了 立体 取字一千天 假设Fx在B区间连续 开区间内大于零 并且满足这样一个 同学们知道 这叫什么吗 我给它一个名字 其实这个 就是典型的微分方程 是吧 大家告诉我 这里是不是有导数 含有位置函数 F的导数的等式 或者方程 我们称之就叫微分方程 只不过这儿 我们还不需要去 说解这个文方程 我们可以用微积分的方法 把这个Fx把它求出来 说又由于 Y的Fx与X的EY的0 所为的图形面积是2 请你求Fx并问A位和指使 旋转 旋转 各位这是我的问题 我们旋转你就出来了 好 没关系 我们可以把它当作第二问 对不对 第一问 来先求Fx 好不好 第二问 并且问A位和指使 S绕着X的旋转 我们先不看第二个 好不好 先把第一问把它解决了 先把第一问把它解决了 开始 正好 我讲完第一问的话呢 咱们待会看第二个 就是旋转体问题 第一问 我说了 要有一个综合性的知识 这部分的使用 我再说明它本身不难 是吧 所以它要么就是计算难 要么就是把其他东西拉进来 你告诉我 现在是不是拿着这个东西 得求F 是吧 而且这里面 你看的 这个比较清楚 这个 把这个A子 把这个C 这个积分出来的有C 待会再定A 好吧 先开始 这个式子怎么处理 这个式子怎么处理 嗯 这个式子怎么处理 先说第一条 你有没有感觉到这里面 有哪些个公式 求导公式是吧 求导公式 对了 有的 你可以想 成绩的求导公式 成绩的求导公式 是U一撇 为加U一撇 是吧 这个好像是 除法 你看除法可能更清楚一点 是吧 是吧 你看 你看我们这样说 对不对 这个是凑的办法 因为 我们先来求这个 求F 大家说 当X不得零时 你现在要除的话 你X也不能是零吧 待会是零的话 待会用连续性 就可以把它搞定了 怎么用呢 待会说 当X不得零时 大家告诉我 F 如果除以X 它的导数代言计 你先背一下 你就知道 这个题目是怎么回事了 你发现 把它挪过来之后 你这么说 先求导 来 等你解 底下是个平方 一起背上面 上面求导 是不是下面不动 是不是叫X不动 上面求导 上面求导 乘以下面不动吧 解去一起背 上面不动 下面求导 上面不动 是不是叫F 各位 摆不上 底下 是不是X求导 是1 各位看到没 看到没 这一块 是不是正好是这块 你解过去嘛 把小F的解过去 适量吧 所以大家看等于几 立即就等于 那么我想这个直接可以说了 那直接就等于 由于XF一平减出FX 是不是等于后面这个 所以上面就是2分之3AX方 在比X方 是不是等于2分之3A 对吧 对大家 没错吧 这样的话这个答案 是不是直接就来了 这看你了啊 这个方法不去违性啊 你还可以用其他的方式去处理 总之我说了 现在是综合性的 他这个想为难你 恐怕在这些方面 都有所处理 好 那接下来 两边是不是一起积分啊 两边一起积分 因为他等于他嘛 所以两边一起积分 另几推 FX比上X 就等于2分之3A 这个太简单了 是不是乘以X就行了 然后再加C吧 别忘了啊 不定积分 你做一次不定积分 是不是要加C啊 你待会要定下来这个C 怎么定呢 另几推 我这里FX就等于 你把小X乘过去 是不是叫2分之3A 小X方 加上CX 对了吧 这里X的话呢 我们的取的范围 你整个这个讨论过程当中 是不是取的是X在0到1里头 因为这0到1里是吧 但是的话呢 0是没取的 那这时候应该是X属于0到1 是不是这样啊 这个0能不能取呢 能 为什么能 大家看 是不是函数在B区间连续 怎么想B区间连续 是不是在0点处是保持右连续的 对不对 0能保持6连续 你看一下是不是确实满足 当X取0时 Limit X取0正 我来问你来答 是不是FX要等于F0 这是不是就又连续啊 你本来你是这个 这个这个 左端点又连续 右端点左连续 是不是才叫B区间连续啊 所以的话呢 必须保持这个 大家算一下 这个是不是正好是0 因为X取0正式 各位这是不X取0啊 这是不取0啊 前面都是常数啊 故是不是结果是0 所以F0是0 没错吧 正好满足条件 所以这是可以取的 所以当X取0时 FX确实也是0 所以这个0点是可以在里面的 对吧 好了 我们把FX的表达是写到这儿 接下来你要定谁 任意常数C是吧 别忘了啊 不定积分出来的 这个可不是一个函数啊 这叫函数足对不对 你现在定这个C 大家想是不是用 刚才的所谓面积的 是吧 接下来写一下 写一下 那么Y点FX与X等于Y点0 所谓的同一面积 那这个应该比较简单了 又有条件 S等于面积是2 是2吧 说了面积是2 看到没 面积是2 对吧 然后面积是2的话呢 它就等于 从哪到哪 0到1对不对 人家说了是X等于1 我写一下 画一下图 这是X 这是0 这是1 那么X等于1 是不是这条千锤线 Y等于0 Y点点是水平线 对不对 然后的话 大家明显知道 这个函数是过远点的 是不是 是不是就这块 那你听懂了是吧 这不就所谓的面积吗 所以的话来讲 你看这个超公式不难吧 是不是用上曲线 减去下曲线 那上曲线就是谁 那么就是2分之3A X方 加上CX 是这东西吧 减去下曲线 你不用减了 是不是就减那0啊 0就是Y等0啊 Y轴 是不是 DX 你再不理我 是不是 是吧 这个就是说 这个本身啊 它只是一个套公式 套公式 这个题算简单啊 但不算难题啊 待会儿还有 好 写到这儿 接下来把它算出来 它就等于 这个直接来了啊 2分之3A 这个X方几分 是不是这样是3分之1 你带0到1进 是不是3分之1啊 3分之1 是不是2分之1 是吧 这个X积分 是2分之1 带0到1进 2分之1 加上2分之3 是吧 这个等于等于2吧 所以立即推 C等于减 C算出来 等于 把这2出去 4 减A 是吧 是不是4减A啊 我们得到4减A 好 带回去 我们就得到了 带着小A的 这个题只能到这一步啊 这FX就等于2分之3 就等于2分之3A乘以X的平方 再加上4减A倍的X 这就是求FX 求完了 这样说可以吧 哦 这个 这种题 在带着积分的面积这块上 他由于知道 同学们 这个不难 是吧 所以他呢 在这可以把其他知识 给你饶进来 好 接下来第二个问 正好 我们就要讲第二个知识点了 旋转体的体积 给另一条曲线 那怎么求旋转体体积呢 我们来看第二个话题 用积分表达和计算 旋转体的体积 刚才是求的是一种测度 是二位上的面积 现在我们要算三位上的体积了 第一 Y等于X与X等于A X等于B 这里A小于B 即X轴所为图形 绕着X轴旋转一轴 得到旋转体 我们的画端图 大家直接在图上画 跟我画去 你比如说 这是FX 我画一个FX 对吧 这是X等于A 这是X等于A 这是X等于B 是吧 大家 他现在绕着X轴旋转一轴 这个很简单了 绕着X轴旋转一轴 就得到了一个旋转体 对吧 得到一个旋转体 就这么个东西 大家知道既然是旋转体 绕着轴转 它们每一个转出来的界面 是不是都是圆 旋转 旋转出来的都是圆 我们称之为叫做旋转体 这个 旋转体做的 这个是空间的物体了 是吧 这个东西像什么 这个东西是 是吧 就像一个花瓶 是吧 你这个物质决定意识 你脑子里看着你就想 像尿糊 像尿糊 什么叫尿糊 因为你们在哲学里学的 叫物质决定意识 在你的生活中 你们是97 9年前后出生 是吧 是不是 97年 98年 96年 我恐怕你们出生的时候 家里都没有这东西了 应该没有了 那个时候应该是 生活逐渐的好起来了 在家里都有洗手间了 就算没有洗手间 大家也不弄得 尿糊 尿糊就是 那没办法 以前生活条件就是那个 不管你在城里头 还是在农村住 反正你要公共 家里有洗手间 它不可能的 然后呢 上厕所 跑二里地 跑二里地的话 你讲卫生 那肯定我跑二里地 但你要这样说 夏天很无所谓 晚上睡觉 是吧 天热 起来 去上厕所 跑二里地 热点无所谓 那冬天啊 太冷了 一人跑二里地上厕所 冻死了在 所以家里都有尿糊 自行处理 处理完之后再 那时候没办法 说多了没什么意思 一苦思甜 你们就没有这个意思 所以无所谓 我看着这种宣传体 我就想尿糊 其他我基本上想不到 这是什么东西 那你们有你们的意思 像花瓶啊 家里这种艺术瓶啊 花瓶 旋转体 还有吃的呢 比较瓦罐喂汤 去吃那个 好恶心啊 不喝 无所谓吧 你自己想去吧 自己想去 是什么就什么 旋转体 今天我们谈这个事情呢 是最低层次 问了什么呢 就这尿糊 说说了 就这容器 好不好 这个旋转体 它能成多少 液体 这样可以了吧 不牙 能成多少汤 好不好 都可以 只不过密度不同 在我们搞研究的人看来 你不要去体会里面的 这个情感色彩 不同的液体 密度不同 成分与我无关 好 我们今天要谈的是 这种性能成多少 好吧 就是体积了 好 数学二挺好啊 你要单独去看这一段 我在18讲程那段 关书上讲解 数学二还有个任务 多一个任务 所以你要知道 这个花瓶的表面积 比如说 让你制作一个这个东西 在表面上 涂上染料 你要花多少钱 是的 是吧 这表面 你把它涂上一层 你花多少钱呢 数学一 你还一个任务 你比这个还多一个任务 是吧 挺好啊 大家任务不一样啊 数学三 只有一个任务 这个体积是多少 懂了吧 数学二 多一个任务 不仅要知道体积多少 你还得知道表面积多少 数学一 再加一个任务 你要会制造这个花瓶 你要能写出旋转曲面方程 就要这方程 你就能写出来 然后的话呢 计算机上图一敲 这个图出来 然后有工人 去做这个东西 这个意思吧 这个我们可以用机器去做 人工去做 这个人要给我写个函数 这个函数图像出来 函数表达出来 这个空间曲面就出来了 你们的任务是这个 就输入医特别爱考虑的东西 尿糊 怎么做 做出来 什么样子的糊 其实有的 你们看那些题目啊 要画出图来 都很漂亮的 都很漂亮的 你看我们各个城市啊 一些大的城市 都有那些标志性建筑 是吧 那标志性你看看 是不是都是旋转品啊 是不是啊 广州那广州塔 小漫妖 我倒没去过 上去 我这路过呢 从来没看过 那个是不是旋转题啊 我不知道啊 这个不知道 有的是大部分的 像那个什么 东方明珠啊 上海那些 是不是 是不是 然后你去看北京的 天坛啊 伊和园里头 好多都是 你转来转去 是不是都是这东西 旋转题啊 然后呢 它可能有不同组合 是吧 拆开之后 每个都能写方程 下次你去参观 好 到哪个景点 然后照片一拍 好 开始算一下 这东西怎么算 体积是多少呢 表面就怎么算了 这方程我能写出来吗 哎 很好 还有一东西 你们去 现在不是 我不是做广告啊 你们去吃火锅 火锅 你要吃那个 以前的铜火锅 那个比较有感觉 就是像这一些 有些品牌啊 有些品牌的这个火锅 还有一些铜火锅 那是不是旋转体啊 好 你把自己切出来 算体积啊 算面 表面积 算这个 曲面方程啊 这样 旋转体啊 像这种旋转体 你不要算啊 这 这什么 这直线的 这个算这个 这个太简单了啊 像这圆柱体啊 什么锥体啊 这个你不要管它了啊 你要吃 好 我们来看看吧 这个怎么算呢 微圆法 是吧 大家 切一个小段 这个近次看见 是吧 这个厚度 是不是当DX 看看 所以说厚度啊 厚度 DX 当厚度DX 是不是相当于 你拿出一个小硬币 对吧 小硬币 小硬币的体积 是不是等于厚度 乘以截面面积 这个截面 我刚刚说了 截面是圆 是吧 所以只要看 大家看半径就可以了 这个半径 是不是就FX啊 所以用πF方 听懂没 πR方 是不是就那面积啊 然后才有谁 DX 懂了吧 这样的话就得到 一个小硬币的体积 然后从哪到哪 从A到B 把它们累加出来 这就是绕着X轴 旋转的旋转体体积 他们告诉我 实际就是套公式 所以困难 我再来讲一遍 要么他就从外边找知识 跟你综合 懂吧 要么就是计算的 他的本身是没有难点的 为什么这种题 同学老做不好呢 是综合性问题 你没做好 不是这个本身你做不好 好 再来 那要换个方向 绕呢 他要绕Y轴转呢 我们再来张图 你就在这个图上画就行了 因为我不在这画了 我换张超高纸画 如果不是绕X轴 是绕Y轴转呢 我们再画张图 这是Y轴 这是X 刚才呢 是绕着X轴转 现在呢 我拿这个东西啊 FX 我绕着Y轴转 还是这个A到B 是吧 刚才说了啊 绕X轴转好转的 旋转体出来 是吧 这个绕Y轴转 各位啊 这个图很难画了 是吧 你不要试图去画它 没必要 我们还用微圆法 你无非是让我求 这个玩意儿 绕着Y轴 转这么一圈 这是个不规则物体 是吧 转这么一圈 出来的体积 是不是 这样办 你可以用大体积 减小体积 是吧 减去空的这块 是吧 但是最简单的方法 我们还是用微圆法 怎么做呢 你取其一小条 看好了啊 你依然在这儿 取一小条 这是个DX 是吧 用这一条 去绕着Y轴转 大家看啊 用这一条 绕着Y轴转 看到为什么呀 用这一小条 去绕着Y轴转 是这样吧 对不对 这转一圈 你注意啊 由于这个DX 是很小很小的 是吧 所以它绕着Y轴转 这一圈 大家注意 这是不是绕出一个 非常薄的 叫做薄壁 这你听得懂吗 薄壁 空心圆柱体 是不是 这是个柱体吧 我们在这个 实际的专业问题上 称薄壁 一般称之为叫翘 这不念壳啊 叫翘 翘体 薄壁为翘 所以我们称之为 这个叫圆柱翘 是吧 所以我们称之为 这个方法叫柱翘法 好 这一层 你怎么算体积啊 很简单 这个像什么 这个像女孩子吃的零食 果单皮那一层吧 是不是你们吃的小零食 是吧 果单皮那一层 你怎么算这一层的体积啊 你一刀把它切了 一刀切开 一刀切下来 把它背开了 是不是你背开 这个时候变成长方体了 变成长方体了 变成长方体 这样看 先长方体 看看吧 请问厚度 是不是还是DX 请问高度 是不是FX 这高度是含术质 请问你接下来 这个长度 是不是周长 周长 看你看半径 是不是在这 半径是X 就是任意位置 听得懂吧 所以是2πX 2πR 是不是 这是不是叫2πX 所以这三者相称 2πX 乘以FX DX 为了避免正负抵消 这个FX 也加绝对成 懂了没有 这是这一层的体积 然后的话呢 从哪 从A 累加到B 这就是绕着Y轴旋转的体积 你往这套 会快得动 对吧 绕着Y轴 这样套 我们称这个方法叫 筑翘法 筑翘法 这是考试重点 大家都爱考的这种东西 好了 接下来正好 我们两道题 一个是绕X转 一个绕Y转 我们看看这个题目 听懂了吧 来看回刚才的例题 看回刚才例题 我们先来看 刚才的这个题目的调了 好 就往上看就行了 好 刚才我们是不是已经求出FX了 我把其他的就擦掉了 其他位置擦掉 我们把FX留下来 接下来 要问你 请问A等于多少时 图形 绕着X轴旋转一周 使得的旋转体体积 最小 是吧 大家 这里还涉及到一个导数的应用 什么导数应用呢 他还要问一个最值问题 是吧 好了 FX在这了 接下来 我们第二个 说 扰X周旋转 各位 这是不套公式就行了 刚才说了 你这个图 刚才大家画的 X等于一在这 你是这个图 是不是草图在这 你这是X 各位是不是 你就是扰就是 你扰上 你看扰是不是就这东西 是不是这东西 不理我是吧 那实际上就违缘法 你套就行了 所以我这个V VX 它就等于 你这个是零 这个是不是一 所以那你 你违缘 你这种事情 是不是叫 DX 你看 你存化都行 是不是这有一个小硬币 你懂我意思吧 它的厚度 是不是叫DX 不理我 是不是 然后是不是叫PiF方 对吧 没问题 所以是PiF的平方 然后是不是从零到一的积分 对了吧 那把它带进去 等于 0到1 那我把Pi提出去了 好吧 Pi提出去了 等于 Pi提出去以后 积分 0到1 大家算一下 FX的平方 是不是 算不是 那你要算哪 这个没有办法的 这个平方 得算 这算起来好麻烦 图怎么样 好认真算 好吧 你说我还算不算 打 算 好 算一下吧 4分之9 A8 是不是X4 是吧 是吧 然后再加上 那这俩乘起来 是21B 是吧 21B 然后二号约掉了 是不是3A乘4-AX的三次方 再加上4-A的平方X次方 我说对不对 是吧 然后算积分 来吧 这个倒不难啊 那我就不要再写积分号了 大家直接来 因为0到1是吧 这个积分是不是算五分之一 回答我 是不是算五分之一吧 所以是四分之九A方 乘以五分之一 加上这是3A 4-A 各位 这个积分是不是四分之一 因为这四分之一个四次方 带0到一嘛 是不是四分之一 然后这块积分是不是又三分之一 对吧 加上4-A的平方 乘以三分之一 这样说可以了吧 可以了 这样的接下来我就可以不做了 这样大家一整理 就得到了一个答案 它就等于 是吧 四五二十 我这个老想算 为什么呢 我懂的一个道理 就是不要眼高手低 好不好 就是我提醒你的啊 其实都是你的任务 不是我的 我算一下 二十分之九 好 我不算了 三十分之一 A的平方 你算一下 这有A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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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就准备这个 然后加上降次排列 三分之一A 再加上三分之十六 然后再把它排成 好了吧 自己做去了 不管它了 好 你现在算到这一步了 把这个V算出来 它问你A取何指使 各位 这是不是就是体积 听懂没 因为这个题本来就是带着参数的 是吧 你A不同 这个体积是不是就不同了 它现在是让你定一个 极致条 最直条件下的A 是这个意思吧 这样 所以求导 听懂了吧 令 V一平 V对A求导 它就等于 这个很简单 求导下来 这是十五分之A 加上三分之一 是不是大家 然后乘以排 是不是令其得零 哦 我这个写过令了 令 它得零 一几推 A等于 这是负五 是吧 三分之一 都过去 十五成 负五 那同理 V 那大家可以算一下 那V 两节导数 在负五这个点 实际是吧 V它两节导数 等于几啊 还是对A求导 这不就十五分之派 是不一定是带领的 对吧 你不管这个点取哪个 它是带领 是不是几小值点 是不是唯一的几小值 是不是最小值 懂了吧 故 A等于负五十 V最小 这个题没有让你求出最小值 没有吧 但是你可以把它算一下 这个等于几 大家算一下吧 V的最小值 带进去 五五二十五 三十分之二十五 是不是叫六分之五 六分之五减三分之五 是负六分之五是吧 这不理我 负六分之五 再加上三分之十六 是六分之三十二 所以是六分之多少 二十七 对吗 对吧 你算的啊 你算的啊 不是我算的 很好 这个解决了吧 绕这转的 X转 好 下面绕Y转 来看下一个例题 我们绕着Y转转 假设平面图形 Sigma 由Y等于X平方点2X Y等于X1 X3 所为成 其力求Sigma 绕着Y转转一周 所得宣传的体积 同学们 我旁边是不能把图给你画下来了 是不是 这个事你心里有说啊 考验是不会画图的 打死都不画图 他只会说话 就是凡是说大题里面 需要一个图形 什么绕着谁转啊 或者到了多元积分学里 在这个某个区域上 你会发现这些年啊 20年前不算啊 20年前都画图 这20年从来不会画图 这个图都要大家自己画 明白吗 你要画错了 这个题全完蛋 所以不要指望 别人给你画出 这些图对自己画 好不好 我这只是说 演示方便 Y等于X平方解2X 是吧 是这样一个情况 Y点0 这个图是不是就这个图了 就是不再啰嗦了 然后再画这块呢 Y点0 然后X等于1 X等于3所为成的 所以大家看得很清楚 这个Y等于是不是X轴啊 这个X1等于X X1和3 是不是两条迁锤线所夹出来的 然后呢 Y等X方夹X 是不是这条抛物线 我这图看到了吧 这个图已经在边上了啊 我就不再重新画了 好不好 不再重新画了 两种办法了 第一种方法 你依然可以用 绕X轴转的思路 用πF方 但是各位 这里π的 π乘以的R平方 你是不是得解反函数才能用 对吧 你要真想啊 就是还是用那个方法做 你是不是得写出X等于谁 对不对 你用的得是X 就是π乘以XY的平方 听得懂吧 不是YX平方了 对吧 你用的是反函数 反解出来的X的表达式 能听懂吗 那样的话绕出来 才是刚才的方法 这个方法是不是就慢一点了 你还得反解 这个不需要的 我们用什么法 我们用注销法做起来 会快得多 所以就不需要去写X等于 就从这解出来 X又等于多少Y 这个实际上是不需要的 我们就直接来了 这个是不需要 你要想做嘛 可以做个验证 我就可以自己做 你看我注销法有多么简单 那背公式 是不是叫怎么写来的 2πX乘以FX等于对写DX 然后基本就行了 是吧 不是 我说了 套公式你就不要怕了 对不对 来套公式开始了 我问你答 先看哪一块 都无所谓了 你比方说 你先看这一块 大家先看这一块 先看哪一块呢 你就先看 这一块所为的 可以吧 先看这一块 这个所为的 大家告诉我 它的函数表达实际在这 这个Y是等于减 是不是等于X方减去2X 对吧 因为超过2以后呢 这就要曲线了 超过2以后 这就要曲线 那么这个平方 是不是比后面这个大 或者这么说吧 这个Y是不大零吗 大零的话 这个是正的 是吧 所以你直接套公式 就是V1 它就等于 2πX 前移X方减去2X DX 几分 这是不是叫2到3 能懂吗 你看这别扭 不是别扭 各位 它这条曲线啊 咱们刚才画的曲线 是不是这样画的曲线 各位 是不是A到B 你这个东西 绕Y就转 你懂我意思吗 是这样的吗 但是它现在等于说 你看这个曲线 是不是这个点 这个左曲线 上曲线 端点 是不是跟X重合了 你咋不理我 懂吗 是一样的意思啊 比如它曲线是这样的了 明白了吗 还是 这个还是那F啊 这还是FX啊 懂吗 这个听懂没 这个没问题啊 好 再来 下一段的话呢 V2 那V2等于什么呢 大家看 是不是看这一段了 对吧 这一段所谓的 面积 这个 这个转出来的 起机 你告诉我 这个是不是得写正 因为有绝对值 对吧 所以的话呢 你这一段表达是 实际上 你要按绝对值算的话 它是不是翻上去 是写是吧 正的话 它这应该写的 是不是叫 这是X方 减2X 这个没错啊 确实没错 但是它在1到2里面 这是不小铃的 所以它需要写墙 2X 减X方 对了 然后前面是2 帕X 这个积分呢 是在1到2里进行的 DX 懂了没有 是这个意思 这个接下来就特别简单了 这只是一个简单的多项式计算吧 这个V算出来 等于6分之43倍的π 这个V算出来是6分之11倍的π 所以总的V加起来是9π 就做完了 这种题啊 一般当填空题出就可以了 主要注意一个 主要注意这个绝对值 就是你反正记住 你取的FX 得是正的 各位是不是可以了 得是正的 这个就可以了 不难吧 不难啊 好 我们再看一个 我把这两个公式都给大家写完了 所以在这种问题上 我相信你这个能力是有了 接下来 你得做一点 有点计算量的 这两个题 算是热身题啊 不算难题 来 看一下考验题 我们再出个题 都懂了吧 都懂了啊 来 你看看实际考题 考的什么样子 例题 再来一个啊 过 圆点 做 曲线 Y等于 E的X四方的 切线 我来问你来答 这一下子 是不是变成了 导数的几何应用了 切线 切线 是不是找斜率 切线是不是要求导 来吧 你要写切线方程 说 如果 该切线 与 曲线 Y等于E的X 以及 X轴 所为 所为 成的 向 X轴 负向 无限 将字母D 第一 轻挤球D的面积 S 第二万 轻挤球D 绕着X等于1 直线X1 旋转一周的旋转体积 旋转一周的旋转体 的体积 V是多少 这道题会比较清晰的表明 就是在积分学应用中 两个东西 一个是面积 一个是体积 它会有一些比较大的 一些个计算的过程 要求大家要把它保护 当然了 也没有多难 好 第一件事 大家是不是先求切线 画图 是吧 是不是 过远点 做切线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 还是蛮简单的一件事 过远点的切线 是不是就是Y 等于KX 不理我 是吧 这个事情还是好办的 好 开始了 我把图画这儿 我们图就画边上了 一个正确的图形 可以帮助大家比较清楚的把问题解决好 所以在这个画图这件事情 大家不是不要掉以轻心 这是X 看好了 Y等于E的X次方 是这个吧 Y等于E的X次方 过远点 做它的切线 这是零点 做切线 哟 画歪了 是这样吧 你把这切线先给我求出来 其他的再说 就大家焦点是不是也找到 是吧 就切点 切点 切点找到 来吧 我们说 这个切点啊 是X0 Y0 对吧 是 第一问 是切点 是X0 Y0 这个还是比较简单的 于是的话呢 K 是等于 那么你切在这一点 是不是应该等于Y1PX0 也就等于 大家注意求导认 这个会吧 一点的导数值 是不是正好那一点的切线斜率 K等于YPX0 那我问你YPX是吧 1X丘的时候还是1X 是不是叫E的X0次方 故立即推 这条切线就变成了Y减去Y0 是不是等于K就是E的X0次方 乘以X减X0 对吧 这很简单啊 这叫点还有斜率都找到以后 是吧 这是一个简单的这个切线方程的斜法 并且它过什么 过远点是吧 由于其过远点 这样写了啊 过远点做切线 由于它是过远点的 所以立即推 远点过00点嘛 是吧 所以的话来讲的话呢 就把这个Y和这个X 是不是都取正0了 XY都取正0 那么这样就叫做 -Y0等于E的X0 是不是乘以-X0 对了吧 那么这个Y0是几啊 Y0跟X0是有关系的 且Y0不就等于E的X0吗 对不对 你说你是这条曲线上的点嘛 所以X取X0是Y0是E的X0 对不对 这样两个方程一连力 你看Y0就是E的X0 所以X0等于几啊 是不是等于E 说了了吧 这一段啊 是我在前面没怎么讲 在这儿讲讲啊 就是切线仿线这个事啊 考试也要考 懂吧 我们得在这儿 给大家做了一个总结性的东西 你会发现 高端数学题 是不是越来越有意思了 东西多啊 慢慢的就都综合在一起了 刚开始力量单薄 那些题目还不够档次啊 这慢慢就出来 好 X0出来了 所以Y0是解 是不是等于E 有了吧 所以切线方程出来了 不立即推 我的切线方程 Y减 Y等于什么 所以 我们就知道了 Y0等于E 在Y减去E 是不是等于E 前一 X减去E 是吧 然后再整理一下 Y等于E X 是吧 因为减E再加E 是不是就没了 这就Y等于E X 是E乘以来的啥 是不是 都不理我 是不是 这条曲线 这条斜直线 叫Y等于E 墙也 X 好 这是我们得到的第一段 要学会写它 接下来就好办了 我这一段就擦掉了 你今年年底 这种题 我这么说 几乎是一定遇得上 这个简单的年份 也就比较简单年份 就是说 常规性的年份 像这种东西 也是比较爱考的 所以切线是 Y等于E的X E乘以X 好 大家看一下 他说的是 这条切线 与Y等于E的X 各位是不是 与Y这个曲线 以及 X轴所为情的 向X轴负向 无限伸展的平线图形 那不就这块了吗 各位是这个 无限伸展的图形 对吧 一直无限伸展下去 好 请你求它的面积 这有什么难的 只不过 同学们小心一点 你现在告诉我 你这维缘法该怎么切 你可别竖着看了 你说 老师我这样算 我这取一小条 同学们不好意思 这一小条 只能算到这吧 这边还有小条 它下线不一样 你还得分两块算 对吧 这多麻烦 所以大家应该 是不是横着切了 所以我说的意思 就是说 你得看清楚 我们这个不叫 上下形曲线 你是不是更好 把它看成左右形 是不是 就这个叫左曲线 同意吗 可以吧 这叫左线 这条线 是不是当右曲线看 对不对 那么这样的话 你看 你的切封方式 是不是应该是这样切了 回答我 是还不是 我就问你就答 这个小条的宽度 厚度 是不是叫底歪 是不是叫底歪了 看到没 这块叫低歪 不是低X了 为了不要宣秉多多 我把这个往上写一下 这歪整一乘以来 看到没什么 那么这个底歪的话 大家算啊 左右形 是不是右边的大 韩柱值 你往右打 X等Y多少 是不是越往右 X越大 所以谁减谁 看得很清楚 是不是用这个EX 一乘以X 是不是减去 一的X四方 哎 不是 不是 是这个意思 是吧 是吧 是这个意思 但是不是Y减 是谁减 X减 差点写出了 是左右边的X大 左边的X小 所以你要解出来 这块的X 等于什么 所以你搞清楚 这块的X 是不是等于Y除以E 听懂没 这块的X 是不是应该等于 LongY 你反解出来的 用大的X 减去小的X 是不是应该用 Y除以E 减去LongY 看懂没有 这样算的 这是这一小条的面积 对吧 然后再几道几几分 很简单 你这个看得很清楚了 是不是X是从 Y是从0开始 到这块 刚才说的 这个是不是叫 这是E是吧 这是不是叫E 那不理我 是不是 是不是叫 0到E的积分 这就是你要求的S 这就是你要求的S 对吧 有人说 老师 这哪里体现出来了 反常积分 那这无限延展在哪里 各位 你待会算完就知道 这里面是要求极限的 那个0取不到吧 大概 这没有封认口子 这个0实际上是 趋向于0正 你知道吗 对不对 说过了 取不到的值 取什么 取极限 这个这一点 你不要担心的 计算机 不会很难的 来 我给你算完 你就懂了 好 开始算 请问大家 Y的积分 是不是叫二分之Y方 所以这变成了二分之Y方 再把E放在这 顺利是吧 然后你这个直接带着 是不是0到E 你不理我 没错吧 好 你注意 这个0以Y是不是积分 你还记不清 这是要分布积分法了 是不是分布积分法 来 你看好 积分 0以Y底Y 我超高值写 这本身就超高值了 超高值写 我问你 积分 0以Y底Y 这代行啥 你这样说吧 是不是0以Y乘以1 我矫情一下 是不是乘以1 是不是0以Y求到 1积分 它求到一次 是不是叫Y分之1 1的积分是不是叫Y 它乘以它天正号 还记得吗 叫Y乱用Y 它乘以它天负号 减去积分 Y分之1 乘以Y底Y 看懂没 1的积分是不是就Y 所以等于Y乱用Y 减去Y 是不是这个结果 对了吗 这是典型的分布积分法 是不是计算上有问题了 注意啊 这计算问题 这个以后你就记住了 这个积分结果应该记得住 是不是大家 好 看好了啊 于是的话 来讲的话呢 这边就写了 写好了啊 于是这块 它就 就是减号是吧 所以要减去 减去Y乱弯 带0到1进去 再加上Y带0到1进去 对吧 跟上我速度 对了吧 这里面 你带来看啊 这里面有几个值 你带一下看 我们几个值带进去 它就等于 你看这个E带进去 这个好办 一方处于2E 是不是叫1分之1 有一个吧 这块0带进去 是不是0了 这个Y等于E带进去 是不是就E 这个0带进去是0 是不是1分之1加1 是不是2分之3E 对吧 没错吧 好 对对 对不对 我帮你两头先说话了 对吧 好 对对对对 我一眼看穿 我又看答案 不对 什么那一呢 中间还有呢 这E是不是可以带 这个E带进去 是不是叫减去E 弄一 弄一是不是1 不用写了吧 减去一个E 再加上一个E 是不是没了 对不对 只剩一个什么了 你只需要算一个减 负负责 是不是加上Y弄一 带0进去 这不是带0 这也写什么 Limit X 曲0 正Y 乱用Y 是这个吧 怎么了 怎么了 是这个吧 对不对 我这容易激动 一激动就写出东西 是这个玩意吧 你见过他没有 见过他没有 我们一看啊 你要说没见过 你给我上来唱歌 你看看 你见过他没有 嗯 见过他没有 是不是在这了 哎 是不是在这了 你看 我就找半天 就在这 是不是这个 你倒不理我 再往上找 是不是找着了 是不是这个 不找了 我已经找到了 是不是这东西 我当时怎么说的 你还记得吗 是不是也 是不是也这个 是吧 这个不管怎么说 就是说 密函出的任何 正次数次方 前一烙印的话 在地区 临正式 是不是极限都 因为这个东西 跑步穷大 速度太慢了 想起来没有 想起来没有 我记得 当时我怎么写 怎么这个没有了 反正你知道就可以了 好吗 讲过吧 讲过了 所以的话 这个结果直接算出来 等一解 就超过车 是不是这个东西是零啊 所以这个大家等一解 直接等一二分之一 注意啊 这里面肯定是有 极限运送过程 好不好 你看到没 这个前面的小零件 后面都用上了 是吧 所以你会知道 其实前面很多题 它是不会单独考的 它都会在一个 综合性的计算过程当中 每个都会出现 每个都会出现 好 下一步 下面看体系啊 这个算完了 下面看体系 第二分 说这个玩意儿 绕着X等于1旋转一周 大家注意啊 我这个其他 我都擦掉了 这些东西 我都擦掉了 绕着谁 绕着X等于1 绕着是这条线啊 绕着这条线 X等于1 是不是旋转一周 是吧大家 那你这时候 这时候你看啊 我把这个擦掉啊 因为我这个好擦啊 当然你这个不好擦 你就从画图都无所谓的 你看啊 我在 我的千锤轴 怎么用了 这个画的这么难看 好 是这个吧 这一块 绕着X等于1旋转一周 那你这个你要考虑一下 我这个既然刚才已经是Dy了 是吧 那我干脆就 这么说 我干脆就Dy到底了 好不好 你 怎么考虑 你怎么考虑 绕着X等于1 这条线是X等于1是吧 方法不一样 这个方法不去微信了 那你 你这个 是吧 都可以 是不是可以用大体积 小体积 你看这个啊 你看这条线 这条线 绕着X旋转一周 是不是赚出一大体积 对不对 你这个不就来了吗 这个底位是等于什么 这条线 我们再说一遍 是不是Y等于1的X 但你要知道 它是 这个是 以X作为计算 是吧 你算的这个长度 因为你旋转一样 你绕一圈 是不是这个是 截面面积 是吧 你一算的一定是X 是吧 这个宽度 是吧 所以它应该是用什么 是不是用 1减去绕于Y 才是这个长度 能听懂吗 因为这条线上 每一个点 是不是都叫X等于Y 不是对不对 然后呢 你这个位置 点X 叫点1啊 所以X等于1 减去X等于Y 是不是叫1减乱与Y 是不是这小硬币又出来了 你咋不理我 对吧 是不是这个东西 然后的话呢 一直累加起来 这个时候 Y从几道前 是不是0到1 对了吧 这一块算的是大体积 是吧 但你不要忘记了 它不是这一块 它中间这块是空的 是吧 中间这空的吧 空的话你可以这样算 这随你了 你可以再算一遍 就是说从这算到这 是吧 对吧 你这样的话 是不是这样子 绕一个小圆了 小圆的话呢 它的这个半径是 1减去 这个位置是X等于几来的 1分之X 是吧 不是 X等于1分之Y 是不是减去1分之Y 知道吧 然后呢 这是平方 πr方 是不是得到这个小面积啊 然后再来底弯 是不是这小底价 底弯 然后再从0到1积分 是不是这样一减 得到是非 懂了吧 就这样算 但是的话呢 你发现这个是个啥 是个锥体吧 是不是 这是斜直线 斜直线 你这转出来 这不是个锥嘛 是吧 大家就用底面积乘以高 再乘以下 3D 一样可以 懂吗 你可以吧 也可以 因为这个是 知道这个长度是1嘛 对不对 这长度是1 这样1的话 底下这πr方式π吧 这高度是1 这π乘以1除以3 三分之1乘以π 对不对 更简单 对不对 就把中间的空里把它剪掉 所以这款呢 可以直接剪掉 你这个就不用算了 你算出来答案也是它 叫三分之π乘以1 对了吧 好 大家来算一下吧 这样的话呢 这里面要打开的 是π倍的0到1 这是1 减去2倍的long y 再加上long y的平方 dy 减去三分之π乘以1 是这样吧 你听懂没有 听懂了 然后接下来 大家看啊 那这个还得算啊 是不是 不是那么简单 这个还得算的 这个好办 第一个人 这个π不管它啊 这个1的积分是不是就Y 对不对 那对 这个long y 刚才说过了 是倒来的 减去2倍的 括号 这个是Y long y 是不是减Y 是这样吧 是这样吧 对不对 这样打算 这个有什么问题啊 算就是了 是不还是分不起分法 你只能这样做 这个long y的平方的几度 你再算一下 long y的平方的几度 这是 这是 带平方了是吧 带平方算头看来 还是等于 是不是long y 平方求导 你肯定啊 它越复杂 它越只能当求导了 1是几分是吧 交道来几 2倍的long y 前也 这剩下Y分之一是吧 底下几分是不是叫Y 你写一遍 你看这个出来没有 出来了吧 已经出来了 咋出来了 它现在它是不是正的 是不是叫Y long y方 减去 这是正好 这是减去嘛 减去2倍的几分 long y 是不是变成这个 因为这个Y 跟这个Y越掉了 刚才不算过这个了 所以它就等于 Y long y的平方 减去2倍的念 Y long y 减去Y 这不刚才讲过了吗 所以说 所以它就算是等于 Y long y的平方 减去2倍的Y long y 再加上2Y 是这样吧 加C 这个是 这个是不定机关 加C 当然我待会带上线 都不需要加C的 你不理我 我说对不对 对的 对了吧 好了 好了 写到这儿 大家继续 那么这样的话 你把它带进来 我们就得到了 再继续 这是减法吧 加法减法 加上 加上 那就是 Y乘以 Long y的平方 减去多少 2倍的Y long y 再加上2Y 你看这个计算量不小的 各位 你同意吧 这个计算量不小的 再减去三分之拍一 对了 上下线 0到1 是不是 可以了吧 我想这个 Y long y方 减去 好不好 这个大家自己算去吧 同不同意 同意 这个对的 完全没问题 自己算完 答案等于 三分之五倍的 π1 因为前面那边 是2π1 是吧 减去三分之一π1 就是变成三分之五π1 回答我 这个旋转体积 跟图形的 所谓的平面面积 混了吧 能不能丢分 不准丢分啊 上了考场 这个不允许丢分的 这是送分铁 不准丢分 好了 就说到这里 最后一个知识 是平均值 这个就比较简单了 但是我得说一句啊 这最近几年 特别喜欢考这个 它在大体里 都是个小步骤 你得把平均值啊 就搞清楚 最后一页 我们看一下平均值 用基本表达 和计算函数的平均值 这个平均值啊 就这么写的 说把一个连续函数 在AB上做定计分 然后处理它的区间长度 得到的叫Y8 大家看Y上面 是不是一个横线啊 念作Y8 这个就叫平均值 我顺便问一句了 这像什么 哎 你们发现它像 基本中枝定理里的 那个F可C啊 特别是不是它 是还不是 就是Y可C 均值就是 基本中枝定理里的Y可C 它俩是一样的 2016年 那年是史上最难 那年的大题就这么考的 让学生要知道 Y8就是Y可C 然后那个题目才能做 以后再说啊 就再说 咱们现在先把这个记住 比如说去年考试 前年考试 年年都有啊 说这个函数在区间上 平均值值值 然后让你反求参数 各位这是不是很简单的事 来吧 来一个题啊 我们在一千题里 这种题很多的 随便挑一档 Y等于Long X 在区间一到一上的平均值 是不是简单的像个一样 Y等于说吧 1到1Long X DX除以E减1 哎 刚刚算过这个 会算吗 你这背都背球 叫XLong X 是不是减去X 带1到E进去 除以E减1 除以E减1 它就等于E往里带是E减1 算不算 1带进去 这个没有了 是减1 是不是叫E减1 剩1 我说对不对 你写了 1 减1 上面是没有了吧 然后减去 1前一到你减1 上面是1 底下是1减1 说完了 答案填E减1 1 就这么简单 答案就这么简单 会算吗 他说直接考这个题 19年 因为18年考的难 19年如果说直接考这个题 这份送你了 如果不那么考 他就这样说 比如说Y等于A倍的Long X 在区间平均值等于E减1 请问A点减 这不一样 对不对 A分T的吗 这不A倍的吗 拿出去了 所以他等于A倍的 它就等于1减1分之1 故立即推A等1 我拿这种题 我想把卷子给它撕了 呜呜 这是智商 对不对 好 你看看这几年 很爱考询 好了 在这个英文问题上 就说完了 大家现在 听好了 我们基础班的高等数学上次内容 就全部讲完了 我们有三大块的能力 第一个是极限计算能力 第二个是导数计算能力 第三个是基本计算能力 好吧 大家一定要怎么样 大家一定要把这块知识 认认真真的复习到位 要建立自己强大的 什么 这个计算的能力 好吧 下面我把作业布置一下 当然作业了 每次不都有吗 这块的作业 我们说一下 题员一间谍 作业 第三章 你需要完成的 数学一 A主题 第一题 第二题 第三题 第五题 第七题 第八题 第九题 第十题 十一题 二十题 二十三题 二十五题 二十七题 二十八题 二十九题 三十一题 数学二 A主题 第一题 第二题 三 四 五 六 八 九 十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二十一 二十五 三十一 三十三 三十七 三十八 四十二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五十一 五十四 五十五 五十七 五十八 五十九 六十一 六十三 数二 你不必 感觉到不公 因为你主要考的 就是这上次 数学三 A主题 一二三 四五 八 九 十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八 二十四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五 三十七 四十 四十一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八 四十九 请认真完成这些作业 并且希望大家好好整理笔记 打好基础 下节课开始 我们进入高等数学下策 好 下课